新北市長侯友宜跟年輕人開心互動 千子文風波沒有對他造成太多影響 就算跟國民黨中央不同調 他的支持度依然維持高點 眼中只有市政沒有政治的風格 讓他藍綠通吃 他在執政的這三年多以來 屢屢得到市民的高度的一個肯定 他從上任的第一天開始 他都效忠中華民國 效忠新北市的市民 他這個當警察當了四十年 所以說他在執法者 那中央怎麼樣規定 他就怎麼樣做 他是一個我們台灣 很少有的在行政中立上 保持的這麼好的一個公務人員 身為台灣最大票倉 新北市的首長 從上任第一天就主打超越黨派 成為國民黨內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不碰藍綠惡鬥 讓綠營對他的印象也不差 侯友宜跨破國民黨 故意作亂的卡丘 不聞其其謊 他先前已經明顯表態 不支持何四陽 這點我倒也要肯定他一下 市場沒有藍綠之分 讓他在藍綠白陣營 都有一定的支持者 不過這樣的優勢拉高到總統大選 能夠讓他打破藍綠的基本盤嗎 你不能躲閃的啦 你更不要去想 侯友宜你未來還要面對兩岸的議題 那更敏感 還有中美的博弈 你到底要站在哪一邊 這個 如果你連這樣的議題都不能夠說清楚 那人家怎麼寄望你能說清楚 所以這個不是 說你是站在什麼中立選民 不是這樣思考問題的啦 而是我憑什麼來相信 你可以當國家領導人 我不要以為台灣有不張鍋的領導人 那馬英九就從來不是 雖然爭議話題大選時還是躲不掉 但是侯友宜有名義支持當底氣 未來要挑戰大選 可以爭取國民黨提名 或是改跟民眾黨合作 他的政治空間 充滿更多可能 華語新聞 宋君宜 李定強 台北採訪報導 日韓焦點 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 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競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宇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